Hi 還記得我們之前的語音機器人影片嗎? 實際上在那個專案中 面臨最大的問題 就是如何提高語音資料的傳輸速度啦 舉個例子來說 我們都知道 一段CD音質的PCM資料 資料量等於 每秒44100個取樣 乘以兩個通道 乘以16bit 等於每秒1.4Mbit 也許對電腦來說 傳送這樣的音頻資料 簡直是小菜一碟 但對於資源受限 且多半為單核心的遷入式系統來說 使用像是i2C URT 或是SPI 這類的通訊介面 來傳送這樣的檔案 可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喔 主要的問題是 音頻接收段在接受資料的同時 需要立即進行解碼和播放 這樣才能讓人感到及時 以達到最好的使用者體驗 這就是俗稱的串流技術啊 但進行串流 必須是傳輸音頻的主從 兩兆雙方 都依照串流的協議進行傳輸 才能夠實現 這對於非標準的通訊來說 是不可能的 尤其在我們的專案中 採用了很多外部的API資源 這可不是我想跟他串流 他就會乖乖配合我的 音頻不串流 那從傳送到播放 就必定會有延遲啊 這可怎麼辦才好 降低音質嗎 或是分段傳輸呢 不不不 答案是 MP3 因為相同的語音內容 MP3檔的容量比原本的 WAV檔 小了5到10倍 而且音質 還是1% 沒辦法串流 那把音頻資料量縮小 就可以大幅縮短延遲時間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看看 如何整合MP3吧 我們今天預計要採用的MP3Library 名叫 Helix MP3 Decoder 目標是要把它移植到我們現成的專案中 我們處理音頻用的開發版是 STM32F4 Discovery 幸運的是 我們在Google搜尋裡的第一個page 就有成功移植的案例 但尷尬的是 我們專案裡使用的桌邊函視庫 和這個案例用的是不相容的 所以就沒辦法直接拿來用了 因此 我決定還是先在桌機的環境上 學習原始的Helix MP3韓式庫操作原理 先完整的跑一次韓式庫的移植流程 了解後 才移植到微空氣系統上 因為 比起直接移植程式到微空氣上 在電腦上debug程式 還是比較方便快速又好用的 我們先下載原始的Helix MP3 Decoder VIRGUL STUDIO的環境來開啟它 直接編譯看看 有一些link錯誤 先單獨編譯 MP3 Dec這個專案 來產生韓式庫 把韓式庫加到主程式裡 再編譯一次就會過了 執行看看 這訊息告訴我們需要輸入輸出檔的名稱 我們把這些寫死在環境設定中 然後 當然還要把實際要轉換的MP3檔 放在和執行檔相同的目錄中 再執行一次 這次就可以執行完成了 這時可以看看目錄中是不是有多一個PCM檔 不過PCM檔是不能播放的喔 這時可以把我們準備好的另一個 WAV檔 用文字模式開啟 這個檔是和MP3完全 相同內容的語音檔 只是不同格式 WAV和PCM檔主要的差別 就是 WAV檔有檔頭 所以我們可以把WAV檔的檔頭 複製貼上到PCM檔的最前面 那它就會變成可播放的WAV檔 了解了程式的基本運作流程之後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在MCU系統上執行這支程式 主要需要修改的內容又有哪些呢 像是原始的檔案讀寫操作 將需要透過SD卡或USB碟來進行 因此 我們必須將F-Open F-Right F-Close 等這些函視替換為 像是 F底線 Open等相應的函視 當然 這些工作 我們也可以交給AI來完成 另外 它程式中有一些計算執行效率的部分 我們可以直接把它刪了 再來有個最關鍵的部分 就是主語的處理函視啦 這時 前面Google到的範例就派上用場啦 我們可以直接使用它提供的 Assembly.h檔案 來把我們的替換掉 以及Assembly.h檔中 包含了一個platform.h 也可以參考班傑名的版本 再來就可以進行編譯看看 成事沒有問題 接下來 要在MCU程式中 呼叫Helixman 來執行解碼 我們把韓式呼叫 插入到原本的範例程式中 然後 執行 然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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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 從USB碟裡 我們已經可以看到 要轉換出來的PCM檔了 如果這個PCM檔的解碼正確的話 那它 和WAV檔就只插在檔頭 建立檔頭的函視 我們原本程式裡就有啦 所以只要能在這邊呼叫它就行了 現在 再看一次加上檔頭的PCM檔 是不是可以播放了 Apple a day keeps doctor away 詞曲字幕提供 或計滅 這次的HELIX MP3移植體驗 其實有些出乎我意料的順利 因為不論是在執行結果或是移植的過程 都可以很順利的完成 而且即使運行在資源受限的MCU系統中 仍然保持高效能 代表韓式庫設計的很好 給設計者一個讚 感謝您的收看 也請您記得給我們的頻道留言點讚喔 我們下回見啦 掰掰 我們下回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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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回見啦